好来关心台风的动态了 气象局发布苏拉台风海上路上警报 那花莲市公所也在下午继续来加强容易淹水的地区清沟的作业 那么市长魏家彦表示 从4月开始呢清洁队就在各里进行清沟的作业了 但还是会有垃圾塑胶带以及落叶堵塞排水孔的情形 也提醒民众确认自家的周边排水的水沟畅通 以免强降雨造成淹水了 29号下午花莲市清洁队在国联社区继续加强清沟作业 市长魏家彦表示 苏拉台风警报发布为了确保排水沟顺畅 要求清洁队针对液淹水区域来继续清沟 其实大雨来得非常的快 那有几次都有一个积水的部分 那可能其实我们那时候发现 大概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饮料的袋子 或者是可能超商的一些塑胶袋 跟一些叶子导致可能覆盖在水沟的沟面上面 水流没有办法排出去导致一个积水 那这一次我们一直重复的在做一个检查 那也要跟我们所有周边的一些 不管是店家或是商家说 如果前面沟边有一些比较难整理的 或是你们可以顺手整理的 就先帮忙扫起来 因为毕竟我们人力其实是有限 但是我们一直重复的 我们派出李干事或是清洁队都有重复的在寻查水沟的这个部分 魏家彦表示从4月份开始 清洁队就在个里进行清沟作业 但还是会有垃圾、塑胶带以及落叶堵塞排水孔的情形 提醒民众要确认自家周边的排水沟盛畅 以避免强降雨造成淹水 介统会欢迎室报导